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7月7日到13日一个星期的时间里 对包括阿富汗、日本、蒙古、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在内的亚洲六国进行了旋风式访问 并出席了一些国际论坛和东盟地区会议 希拉里·克林顿的这次访问是在美国将战略重心重新转向亚太地区的背景下进行的 以显示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承诺 除了加强同这些国家在战略、教育、人文等领域的交流以外 希拉里·克林顿此行还着重于加深同东盟之间的经贸联系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认为 加强同亚洲国家的经贸联系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部分 在经济方面 我认为这次努力是要使人们不要错误地把美国对亚洲的再平衡 看成在本质上是一个军事方面的努力 它其实是全方位的接触 美国政府非常清楚 军事方面的努力是要花钱的 而经济方面的努力是会赚钱的 我们不希望处于这样一个境地 即让亚洲成为中国的赚钱中心 而让它成为美国的花钱中心 我认为我们是在寻求平衡 希拉里·克林顿这次访问部分是为了凸显这一点 希拉里·克林顿这次出访的国家 除了柬埔寨 其他都是中国的陆上和海上邻国 其中包括主要依靠北京的老挝 事实上 希拉里·克林顿是57年来首次访问老挝的美国国务卿 中国新闻社下属的中国新闻网 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 把希拉里·克林顿的这次访问 称之为环绕中国周边国家进行的环华游 是美国寻求合作的求和游 这种合作不仅是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 同时也包括美中两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合作 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特别强调了美中两国在区域问题上 进行合作的重要性 发出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因为在东盟 人们往往有这样一个担心 即东南亚或是亚洲其他地方 会成为美中之间进行危险的战略角逐的地区 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表示 美中之间一直有很多的沟通 他指出 坎贝尔副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罗素 在前往东南亚之前都到访过北京 与中国方面进行磋商 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外长会议期间 也与中国外长杨洁篪举行了会谈 包道格认为 希拉里克林顿的亚洲行是还滑油的说法 是中国媒体的过度解读 我认为还滑油是一个错误的信息 希拉里克林顿的任期即将结束 像很多人一样 他要在卸任之前去那些他还没有去过的国家 他这次形成关注的焦点不是中国 而是集中在那些他认为重要 而他又没有去过的国家 像蒙古 而中国则把这看成是在战略上针对中国的 当然还要去老挝 因为他要去柬埔寨 所以这是一个机会 曾经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 担任过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 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 负责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李侃如 也不认为希拉里克林顿这次亚洲之行 是针对中国的 亚洲的所有事情都有中国的一面 中国处于亚洲的核心地位 就像每周的所有事情都有美国的一面 因为我们是这一部分世界的核心 显然他脑子里会想着中国 但是说这次亚洲行都是有关中国的 则是错误的 这次访问是关于美国和亚洲的 美国与亚洲的接触非常广泛和复杂 他在这次访问中也谈到了这些不同的方面 这些不同的方面 包括希拉里克林顿在中国的后院蒙古 呼吁该地区推动自由和人权的发展 我们需要让21世纪成为一个亚洲人民 不仅变得更加富有 他们也必须更加自由的时代 针对克林顿的这些讲话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 华盛顿因克制民主说教的冲动的评论 指责克林顿借表扬某些国家来影射中国 再次扮演了一个人权说教者的角色 尽管中国官方媒体表达了 对希拉里克林顿有关讲话的不满 但是中国问题专家鲍道格认为 这次访问不会对美中关系有什么影响 他认为真正重要的是东盟部长会议 因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裂痕 而未能发表最后的联合公报 这是一个更重要的发展 可能对中国不利 因为他再次给人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 即使在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 中国也不愿意按照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来办事 美国政府从2010年开始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强势立场 目的是推动有关国家 在南中国海建立一套行为准则 避免争议方因为一些小的海洋领土争议 而爆发不必要的冲突 包道格正是推动美国政府采取强势立场的人之一 他认为中国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当 会对美中关系产生影响 中国需要知道 在这些问题上过于咄咄逼人的行为 将会给他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带来代价 包括与美国的关系 不过这位中国问题专家也表示 美国需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 采取更加平衡的态度 即当中国是引起摩擦的一方时 美国应该对中国提出批评 而与此同时 当美国的盟友是引起摩擦的一方时 美国也应该能够指出这一点 VOA卫视记者丽雅任玉扬 华盛顿报道 MING PAO TORONTO